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仅仅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经过百年奋斗 习学民族耻辱 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全党全国